再来看到大专校院110学年度高尔夫球锦标赛 首度是进军花冬 那么日前在花莲高尔夫球场举行 赛事最后一天举行了颁奖 那么由县长徐珍为亲自颁发给66位获奖的优秀选手 除了恭喜选手们 也欢迎更多选手能够到花莲来训练 在大山大海的花莲精进球技 中华民国大专校院111学年度高尔夫锦标赛 4月18至21日与花莲高尔夫球场举行 超过百位来自各县市球员 共同在四天赛事较进 21日举行颁奖仪式 县长徐珍为亲自出席颁奖 与66位获奖优秀选手 用行动支持高球运动 全世界只有一种运动可以在高中职之后 可以直接领取奖学金之间留学美国 那个运动就是高尔夫球 所以当时我觉得对于花莲来说 花莲是一个体育王国 而我们最大的优势是 有一座球场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球场 就是花莲县政府唯一给高市 从国小国中开始推 到今年花莲县的有17个国小 9个国中一共20落所学校 全面在推动高尔夫球 无论是代表队或社会 而去年开始我们高中端也开始来推动 就是花中花莲花商 旺宫花莲四个学校 之后再到我们东华 所以也就是说 花莲县在推动我们高尔夫球 现在已经到四级了 更希望是为台湾培养高尔夫球 很重要的摇篮 而这位阿姨也希望 我们有很多的选手在做的选手 不是花莲县的 但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常常到花莲来打球 最后成绩揭晓 有国立体大在公开组男团 及公开组女子个人两项锋王 另外有男公开个人 及女公开团体两项亚军 是最大赢家 金大则获女公开团体 男公开个人冠军 及女公开个人亚军 男公开团体继军居次 城市科大与台科大 各两冠一亚并列第三 记得蒋邦彦华女士报导